各位菩萨 大家晚上好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前马各地的校道业 今天可以算是已经进入到后面了 我们东禅室几乎是各道场 最后一个才开始做梁王宝铲 一直到整个前马的总回向 但是我们的法务师傅非常地用心 他在农历的七月一号之前 就把所有的牌位都上好了 带着我们的香灯师姐 他就让大家 各位所超见的祖先 还有所有法界的众生 在农历七月之前 就已经陆陆续续地入住了 他们就开始跟着法师 一起找课 晚课 诵经 虽然你们是今天晚上第一天到 不过他们也大概诵经送了快两个礼拜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身心都非常地清静临近的 也跟着大家在今晚一起来共修梁王宝铲 梁王宝铲的第一届里面 从开始到拜到最后结束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里面 他在告诉我们 这个要重正确的因言 是很重要 重错了就会相反 所以这一节里面 在告诉我们重正硬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同时我们也要在这里了解 了解我们这颗心 它能够生万宝 我们这颗心下沉沦去轮回的也是它 让我们能够上升沉到也是它 所以在梁王宝铲的开始的时候 铲文的开宗名义就告诉我们 梁武帝因为慈世多盲生 因为这个因言而起见梁王宝铲的因言 也就是说他的夫人慈世 这个皇后托梦给梁武帝 希望他能够看在过去生前 在世的时候 夫妻一场能够为他解救 脱离这个盲生之苦 所以其实这一段因言也在告诉我们 为什么七夜这个孝道夜 我们也感同身受 过去可能我们久远的 跟我们有因言的情人也好 或者是法界的众生 可能他们还不得好的因言 可以走向这一个西方净土 或者是随心所愿 来够继续地向前找一个更好的因言 去休息 所以藏着我们世间人可以好好的来诵经 修持的一个力量来帮助他 所以梁武帝以他作为国王的力量 他要保治禅师为他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保治禅师他在大藏的经典里面 所有的经典里面 他骗行如何来帮忙 这个持世能够脱离这个盲生之苦 因此他遍夜的这个经典 他以这十二大因言 可以超脱第一之苦 可以超脱三二道之苦 所以他以这十二阴言来编这个良黄宝灿 所以这十二个因言里面 第一个厌化六道 也就是说 拜的人心里都要有这样的悲心悲愿 厌溢去度化六道众生 同时心要生生的感恩 我今天能够写佛 我今天能够知道有佛法 就是必然这个什么 养葬这个三宝 所以要抱持恩 甚至呢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不只现在拜 还希望祈求生生世世 所在之处 我都有这个因言来清清三宝 所以要这个什么 抱持恩 第三的要发言 不犯境界 这个对于这个 其实不犯境界 最大当然是不轻患别人 不伤害众生 所以不患境界 不起慢心 你知道人有时候 被别人一个眼光 这个眼光呢 如果带有吃这个 有这个奇效 奇效 那个人可能一生都爬不起来 我记得我有一个师兄 他非常会讲笑话 但是他很没有信心 就是很奇怪 讲话这么风气的人 他的文笔非常好 他说我小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都买很多漫画书 很多笑话的故事给我看 所以我就很喜欢讲笑话 有一天 老师就说 今天谁可以上来讲笑话 他就上去 结果他讲了一个屁小妹的故事 结果前部人就哈哈打响 他就觉得他很有信心 这个 讲故事 讲笑话给人家听 结果下一次呢 老师又问 有没有人可以上来造记 那老师就想 上次你不是故事讲得很好吗 像话讲得很风气 就叫他上来造记 那就上去 在那个造记的时候 老师说 你造的这个什么记子啊 狗屁不通 从此之后 他就很没有信心 这个 写文章 就觉得 自己 好像 这个 文笔不顺畅 文笔不通 那从那一次之后 他更不敢在人前 在人家的面前 写东西 讲话表达 虽然那个阴影 就让他什么 存在 但是我们看他 长得非常专严 又非常的 这个文笔 文字都这么好 但是那一个门槛 曾经就因为一个不经意的 这个 绩效 用词的不当 让他 这个 从小到大 就不敢在人前去表达 所以 当我们 这个 以为 一点点慢心 有什么关系 可能你不知道 你那一点慢心 可能 就影响到一个人 尤其影响到一个小孩子 他这一生 可能要 再回转 如果没有遇到佛法 让他 懂得如何来 开解自己 是不容易的 所以 不起慢心 慢心是很重要的 不起会心 称会的心 有时候我们只是 在当下的情绪 但是那个 会心一起 会让人 失去理智 可能会做什么 不知道 他本来没有这么 恶意 没有这么窄念 但是那一个 会心一起来 是因为别人 而什么 引发他的情绪 就把他带起来 所以他可能 就会什么 做一下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称会的心 是非常的 这个什么 非常重要 不起慢心 还要发现什么 不起忌心 嫉妒人的心 这个也是很可怕 有时候 这个会埋没了 你自己 向上的因言 但是因为你的心 停留在 嫉妒的心的时候 就花掉你 很多宝贵的心思 甚至呢 可能会障碍自己的 这个人生的一个成功 第七呢 不起艰辛 坚令的心 坚令的心呢 会让一个人疑痴 有一个罗汉呢 他去这个什么 他去 这个 起失 那一个 他看到一个 这个卖这个肩包的老夫人 他觉得这个老夫人 看起来就觉得福报不够 他就想要让他呢 能够修一点福报 那他就跟这个 这个卖煎饼的老夫人说 你可以给我多一点吗 因为我的 这个师兄的生病 我希望多花一份回去给他 这个老夫人就心里想 我都还没打算给你 你还给我多要一份 这样贪心 我才不给你 然后就故意把那个煎饼 做得很小很小一粒 他就想给他一粒小小的煎饼就好 结果那个煎饼呢 这个煎的时候 不懂为什么 一直黏隔壁的那一颗 一颗又黏一颗 一颗又黏一颗 就变成一个大饼 这个老夫人就很急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个煎饼呢 怎么会越煎越大壳 那因为他开始的时候 就跟那个 那个 罗汉说 你这么贪心 我还没有想要 我还没有想要布施给你 那这个 这个罗汉就说 你不布施给我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你 结果呢 他就在那里打坐 这个老夫人呢 这个妇人呢 饼肩成一个大饼呢 又看到这个人 又坐在那里都不动呢 实在越想越生气 又想把他切断 切一个小颗给他 又切不断 那个人又一直坐在那里 都不动呢 他就去碰他的鼻息 发现他没有动了 哎呦 阿弥陀佛 万一死在我这里怎么办 最后他就跟他讲 你赶快起来 你赶快起来 我给你啊 但是呢 那个罗汉都没有理他 后来他说 好啦 你只要起来 我就这一个大饼都给你了 这个罗汉就站起来 那其实呢 这个 这个罗汉呢 拿了那个饼呢 就告诉他 其实 我不是真的要 画原你这一块大饼 我是希望画原你的坚定的心 所以这个 这个妇人呢 觉得很惭愧 他的惭愧起自什么 他发现到这个罗汉 是相当有得恨的 他竟然可以坐在那里不动 好像死人一样 就是他的心是非常的平静 他不可能是一个贪心的人 只有我用贪心 用这种坚定的心看着他 把一个圣者看成一个小人一样 所以他就很惭愧 那不起坚定的心 第八呢 所修无这个护负 所以这个我们人最怕的就是 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自己有做错 但是还要把它覆盖 不要让人家知道 所以其实第一个最清楚的就是你自己 你覆盖自己的过失 覆盖自己的缺点 其实没有别人比你更清楚的 所以要发这个愿呢 自己没有这样的心 去覆盖自己不严满的地方 而更加的要精进 第九呢 要行试色法 这个 为什么佛教里面呢 这个 特别是大乘佛法 注重试色法 不仅要行慈 行卑 甚至呢 对于一切呢 越是难以度化 越是跟我不相应 不相容的人 我越是要什么 要这个度他 甚至呢 我要站在跟他 这个 这个同 这个什么 相同的立场 相同的等级 相同的这个阶级 的这个来度他呢 就同试色 所以要行试色法 那这个十一呢 这历史呢 要起救济心 这个我们佛光会呢 在这个信音大师的这个制度 带领下呢 我们的四大宗旨 有一个就是要慈善嘛 所以只要 哪一个地方 有什么灾难 我们佛光人 二话不说 这是大家呢 出钱出离的 马上就响应 这个就是什么 起救济心 对众生 我现在 没有困难 没有危机 但是我看到别人的时候 我能够同 这个同死 这个感同身色 所以 要起救济心 第十一呢 要令 折腐 射受 要让别人呢 这个同时去帮助别人 又能够让别人 射受到你的这个心意呢 所以 更加要 要求自己 要做得更好 所以你所到之处呢 你所说的话都能够让大家呢 欢喜的来接受 能够肯定 哇 佛法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 不是 讲来叫别人做 而是自己 一生做着 做得更好 这样你才能够有 这个射受的力量 射受的 这个 这个 来帮助别人 第十二呢 令发菩提心 这是我们佛教说的 大乘佛教最根本的 就是要发菩提心 后面还会讲到 所以 这个 到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宝治禅师呢 他在这个编撰 这一个 量磅宝颤的时候 他用尽心思呢 要怎么样来帮助 众生在拜颤的时候 随着这个颤文 随着这个 里面的这个 经文的所细数呢 不断的慢慢去 开展自己的身心 所以在这一部 探里面 这个 这个开头 开宗明 跟我们讲完之后呢 就开始呢 提到 这个 修这个 忏悔法门之前呢 有三件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呢 就是要 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 已经讲过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个 没有三宝的引导 救度呢 我们不知道 世间的光明 好 那么 断除 疑或 生性因果 这是第二点 非常重要的 人呢 很容易无名 都是来自于 疑心 疑病 没有知见 没有正见 尤其对 因果 不信 所以 不怕 这个是什么 因为不信 因嘛 就不觉得 有果报问题 但是第二个部分 就告诉我们 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重视的 断除 疑惑 生性因果 我在大波 那半经里面 看到一句话 我吓了一跳 我看到那句话 我就吓了一跳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那也一定是我 曾经看过 所以 我在 读的时候呢 看到 心若 友谊 所知不见 一个人 心中 如果产生了疑 你所知道的 就不正切 因为你的疑 就会产生了 很多 自己认为的 看法 自己认为的 这个想法 自己认为的 判断 你不会再相信 别人 你也不会相信 这个 你所看的是 不对的 所以 一旦有这个疑字 心若 友谊 所知不正 我看到这句话 我很震撼 切实 当我们 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问自己 我有没有疑 我已经疑 这个对方 我已经疑 这个事 我必定就很难 有公正的一个看法 来 这个明辨是非了 好 第三呢 忏悔 忏悔什么呢 是个身三 口四 意三 所以 我们常说 十二页 十三页 就是这身口意 这三件 这三个大事情 所以 这里面呢 忏悔就告诉我们 忏悔 这个 这十件事情 还要什么 忏悔 四身六道 我们不止自己忏悔 还要 希望四身六道 都一起 这四身 当然包括 很危险 你看 这些四身 软身 胎身 化身 我们就觉得 他的这个 生命的 可能没有这个灵性 但是它是一个生命 所以经文里面 觉得 连四身六道 你都要什么 四身 你都要重视它 更何况 六道 六道里面 当然不用讲 天道 大家会很尊敬 人道 我们这些世间 但是呢 对于那些 乌修如道 第一道 二鬼道 出生道 是不是能够平等心的 一样的 来对待他 如果你心里能够生起 对他们的一个悲悯 那么在忏悔当中 连四身六道 都要一起 为他们 也一起 来忏悔 甚至呢 要觉得 也许 我累积以来 如果 没有 这个 向上 努力的话 也可能 曾经 跺在 这些 这个 上二道 里面 所以如果 有的话 我也一并 都要在 这个佛前 发入 忏悔 那佛教里面的忏悔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不只要对于 过去 你知道了 不知道了 三世 之前 三世不是讲 一二三 是无量的三世 之前呢 所做的 我今 皆 吗 忏悔 所以 忏呢 就是发落 过失 悔呢 还要发愿呢 不要再犯了 好 所以杂痕基里面 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很好 心脑 故众生脑 心静 故众生静 我们从两个部分来看呢 心脑 故众生脑 我们凡夫 可能会因为 种种的 无名烦恼呢 就会产生 很多的 忧悲苦恼 大师最喜欢说的 就是那个 哭婆跟笑婆 都是自己的女儿 想到这个就哭 想到那个就笑 那为什么 不把它倒过来呢 好天气呢 就想到什么 想到 卖面的女儿 可以 晒面 碰到 下雨呢 就想到 卖以伞的女儿 就可以卖以伞 两个都是好生意 但是如果你相反的 去想 你就会很辛苦 所以人的 忧悲苦恼 就在自己的 一念之间的 一个什么 智慧力 你的智慧力够 我们说明 明呢 就是一个政见 你能政见引导自己 自然就 小烦少恼 但是呢 相反呢 就会在 无名烦恼里面 那这个经文里面 常常说 我们呢 这个 父母所生生 这个身体呢 是一个肉团心 这个肉团心呢 不只是一个 生理上的肉团心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什么 还有一个 原力心 私粮心 不断的会去打粮 不断的会去私利 还有一个什么 积极心 甚至呢 还有什么心 称恨心 嫉妒心 看不见的 无形的当中 疑似的心 稀微的心 自私的心 还有什么 执着的心 很多很多的心 白法里面 或里面 讲的很多很多的心 都告诉我们 一个扣一个 无尽无穷的 那么 我们的心呢 每天呢 很 这个什么 自然的 就容易掉入到一些什么 人我世灰的 事向上 尤其呢 世事要讲理 理又讲不清 但是理越讲越什么 越烦越气 那就会在什么 这个分别计较上呢 就会不断的 这个 生气 所以 心怎么样 心生 种种法身 心如果掉落在 这些计较比较上呢 就会生起 种种的 这个什么 种种的法 也就是 种种的什么 这个情绪啊 种等等 所以心里呢 一生起了 疑痴无名呢 自然烦恼 就随着来 所以说 心脑 这个顾众生脑 因为你不会 对自己生气而已 你一定会找一个对象 不是对你的家人 就是对你的同事 就对你身边 最亲近的人 对陌生人的 人家不会给你生气 给你找他的 你找他 他可能就修理你 为什么 这个 要让你随便跟我发脾气 所以你会找谁 当然是找你最亲的人 所以越亲 越容易什么 越容易对他 发脾气 所以 如何来对治 这些烦恼呢 我们就看下一季 这里讲的 心禁固众生气 所以问题 还是要回到自己 要在自己的这颗心里面 来对治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众生 每一个人 以生气来 都有一颗真如心 只是因为 长时间 什么 长时间 停留在 这一个什么 停留在 这个烦恼 被这个烦恼的污影覆盖了 所以 没有显露出来 所以 在这个 拜颤当中 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 透过这个 佛法的羞耻 把我们这颗真心 把它显露出来 这颗真心 它其实是 永恒不死的 真如佛性 就像你现在 努力羞耻 你来世 会带着你自己 羞耻的成果 记性你 下一次的一个礼生 这个就是你的 真如佛性 不断地会往上 这个记性 去羞耻 一直到你成佛 所以 如果大家 能够去发现到 自己这颗真如心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 成佛的希望 所以 回归到 今天拜参的重点 所以要什么 学佛 一定要修行 不能只是 礼上 懂懂 只是 读读书 讲讲礼 不行了 自己要拜 因为我们 最尊贵的 就是要拜下去 但是 拜人 拜不下去 拜佛再拜不下去 那就严重了 是不是 所以 一定要 礼拜 诸佛 所以修行 要修心 修我们这颗心 大师说 要以好心 来对我们的坏心 要以信心 来对我们的疑心 一个人疑心病重 必定是因为 对自己的信心不够 所以你才会觉得 别人看不起我 别人怀疑我 别人怎么样 如果你信心 记住呢 是吗 我有你想的这么差吗 我觉得我好到不得了 你信心够的话 别人想要 对你 这个 瞧不起你 想要觉得你不好 你都不可能的 因为 你自己 对自己 很清楚 所以要以大心 对小心 看别人小心眼 不要跟他计较 你小心眼 我就大心眼 你做不好 我对你更好 所以要以大心 来对小心 以静心 来对动心 人要什么 能动 能静 在急动当中 也能够快速的急静 你才能够 这个处遍不经 去观察 这个 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以真心来对望心 当你心里起了 这个情绪不好 起了不欢喜 你就要发现 你的望心 住进来了 赶快用你的真心 对峙它 你说我不知道 哪一个 这个 怎么样把真心 拿出来 对峙它 那至少念佛 可以吧 念念念念 念到静下来 这个时候 你就把这个望念 止住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空间 再重新来看 刚刚那个生气的你 为什么事情而生气呢 这个时候 你的真心就慢慢显露了 好 所以呢 金刚经里面呢 还讲到 这个无助身心 就是要我们练习自己呢 能够常常这个什么 心 不要住在思辉当中 要以这个 这个空荡的心 欢喜的心 来对峙那一个望念的心 大师呢 也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的身体呢 这个 有眼睛 有鼻子 有耳朵 有头 有手脚 但是呢 我们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 照镜子就可以看到我的脸啊 但是只有一个心 看不到 就是那一个什么 那一颗 灵之灵解的心 那个心我们看不到 但是他每天呢 千奇万变的 想东想西的 所以这个心的层次呢 很多 你一定要什么 要去认识他 所以大师呢 指出了十点 他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心 就像猴子一样 哎呀 很难控制的 所以 这个就是 心如这个盐头 难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有时候 什么时候 你的心是控制不了的 什么时候 这个 你的情绪 连自己都捉谋不定 这个就要什么 要留意了 还有呢 我们的心呢 这个什么 心如电光 刹那间 这个世界上最快的 最快的 我们说 这个电光一闪 很快 事实上 你动一个念头 你已经去周游世界了 所以到底谁的心比较快 这个我们的心念一动 即刻 全世界周游一遍 所以其实 我们的心呢 比电光还要快的 第三呢 心如野路 足声色 在森林里呢 这些野路呢 没有事情做 所以他们呢 很灵敏的 路的耳朵特别灵敏 一点动静 马上 他的眼睛就看了 所以他要跑的时候 逃生 也很快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有时候呢 我们在 佛门里面修行的时候 常常告诉你说 把眼睛收好 有的人就赶快 把眼睛摘起来 不是眼睛收好 是眼睛要收好 不要看到一点动静 眼睛就看 有一次我去 这个沙巴讲座的时候 那个讲座的 那个场地呢 那个门 很奇怪的 就对着我的什么 就是一个三角形 就对着我 结果呢 这个 不是对着我 他的讲座的 那个排法 所有的人呢 只要那个门一开呢 他眼睛就抬 所以呢 只要有人进来 每一个人就在 眼睛就抬 我就说 你们可不可以试看看 有声音 你都不要理他 你可以专心一点 因为 你们眼睛一抬 一转 我就知道 我就影响我 是不是 所以 我就告诉他们 这个 试着看看 不被外境 所影响 耳朵听到 知道 有声音 有人来了 就好了 所以 人 也是这样子的 很容易 随着外境 如果 这个时候 我们在公司 有一个气氛 很明显的 现在还流行什么 你马上感受到 可能 你就会跟着去什么 这是现在 最流行的衣服 这是现在 最流行的电器 这是现在 最流行的时候 你就嗅到那个肢结 你就会什么 你也会去买 追 然后去追主 第四 心如盗贼 这个贼功德 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如果 这个我们不留意的话 我们心 养在我们的身体 但是整天做坏事的 也是他 你等于是包容 这个贼在你的心里 所以要很小心的 心如焉家 生受苦 我们的心 这个什么 就像我们的焉家 这个焉家仇人 他有时候 转一个念头 他会保护我们自己 不要掉入到 那种优悲里面 但有时候 心念一动 哎呀 坐一下也没有关系 没有人看到 他又会带着你 去做坏事 所以呢 这个 去做好跟做不好 也都是 我们这个心 带着我们 第六 心如同仆 诸脑史 这心呢 像我们同仆一样 会呢 指使我们去做 做东 做西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定力 不要让他呢 来这个指挥你 第七呢 心如国王 人行力 这个国王呢 是很有前唯的 他可以 这个 要他的百姓 去做什么 那么就好像呢 这个 颜耳鼻舌身呢 都是他的臣民 这个心呢 像国王一样 他会指挥呢 这个颜耳鼻舌身呢 去做 去做一些 这个事情 去追逐一些 不应该去追逐的 所以 这个心呢 这个什么 像国王一样 所以如果呢 这个国王是一个 恶王怎么办 那我们这些百姓 就遭殃了 像古代的卧翼王 他呢 没有写佛的时候 他人家叫他黑卧翼 他做了一个 这个地域 很可怕的地域 这个 只要有放过呢 他已经酷刑 那之后他写佛的时候 他因为看到 一片的血流 在战争的时候 一片的血流成河 他触目惊心 让他这个体验到 这个人间地域 可怕 之后呢 他发行了 邪佛了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叫他白窩翼 所以他在四地 这个各地呢 建塔 叫人家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这样的一个挤动呢 他影响了 当时的前印度 最重要的是 这个 在经过生理呢 把这些法 再把它带到 这个 往南 这个从西南一带去弘扬 所以他造就的这个阴言 是没有办法去估计的 从一个派遣了他的弟弟 然后在派遣生理 把这个活法传播出去 所以他影响了这个 影响了这个无量的众生 有这个阴言携佛 所以他的功德不得了 所以又称他的嘴 这个白窩翼 第八呢 心如泉水流不进 我们的心呢 好像这个泉眼 可以流出很清澈的水 浸水 但是呢 如果你的心念不好 他也可以流出 很多污浊的黑水 所以心呢 他的泉眼不断 但是你要让它是 流出是浸水 你可以从什么地方可以判别 你可以看到 你的亲人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都好喜欢你 表示呢 你常常为你的心理做过滤 给你自己的心 制造了很多的尽水 能够让周边的人都感受到 都感受到这种如沐春风 这个清凉 第九呢 心如画师 瞄不进 这句话就出自华原经 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 这个我们 都是我们自己的工画师 所以过去有一个人 这个雕刻 螺刹 就想像那个螺刹鬼 会长怎么样 想啊想啊 怎么刻 脸都跟着那个螺刹 长得一样了 就很 这个什么 很凶 因为他要把它描绘嘛 所以人的那个习性 就不自觉的就跟着 后来他刻菩萨像 就在去看 菩萨像的慈眼 所以自然呢 他就常常对人笑 他在刻的时候 就要想怎么样 把那一份慈悲刻出来 所以之后人家看到他 就觉得他慈眉善目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自觉 也会为自己雕塑 有时候就像罗刹这么凶 有时候又像什么 菩萨这么慈悲 但这个什么 所以自己呢 去观察的时候 你都可以体会到 自己呢 慢慢像什么 所以我们心是自己的雕刻家 自己彩绘自己 但你要把它彩绘是最美的 就是 好 那么 心里有什么毛病呢 别人不知道 但是 最维系的部分 一定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自己 可以医疗你自己 所以 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心理医师 你能够怎么 你能够去 雕塑他 现在医学很流行 一个叫心念 就是从心念里面 来解析 自己的病因 从哪里来 这个过度的压抑 容易什么 容易 这个 有时候自己给自己压力 然后对事情呢 这个没有很 这个 冷静的去分析 自己就觉得 我不能了 我不能了 我受不了 所以很容易高血压 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忧郁 躁郁 所以累积久了 积累久了 容易成为肿瘤 所以现在医学上呢 就在研究 心念影响我们的身体 同样的影响了病 但是它也可以 这个是吧 也可以启动你的治愈能力 现在是 这个异血很流行 朝着这个方向 在谈治病的方法 其实都不离开 佛教所说的 佛教为什么教我们 试念住 教我们在试念住当中呢 如何来开展自己的 慈悲喜舍 无量慈 无量悲 无量喜 无量舍 你还有什么不好 无量的嘛 所以 这是最健康的一个 什么 一个心念 所以其实 这个非常符合 现在的很多佛教徒 也不断的 来发现 这个佛法 如何来 跟这个医学的 这个病理 做一个结合 第十呢 心如西空 大无边 真正的心呢 像什么 我们的意识形态 所以这边上面讲的 像炎猴电光 野路道者 焰家 等等等等 这些意识形态 都是我们 这个什么 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 去认识它 去了解 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真心 灵性呢 把它扩大出来 让它无边无际的 那么我们必定 能够找到自己 那一个 永恒的 这个什么 不灭的一个真心 好 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 这个 做一个 这一步 忏整个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这个如何来洗心革命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什么 拜了良皇宝忏 这个可以什么 把过去的过失呢 一一在佛前 发落忏忑 那么像佛菩萨发言 不负债患罪 就是把这颗心呢 从恶念 转为善 从谜呢 把它转为物 从妄 转为真 从事呢 转为智 当我们的真心 显露出来的时候 一切的事情 不是就可以成就了吗 所以 这个 今天晚上呢 我相信 在经过这个拜灿当中呢 大家已经 修福 修会 满满的 希望继续保存 继续加油 大家早晨佛到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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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